欢迎收看Denman826频道 今天又和大家喝茶来到中环准备去连香柳一起看看 Let's go 现在是2024年的9月8日星期日 早上9点45分,我们今天都很早出门口,9点就出门口过来上环 我们刚才在中环站,香港站下车 穿过IFC和中环街市走一段行人自动梯就可以来到这里 如果观众朋友都喜欢收看饮食、旅游、生活资讯片的话 就记得按下我Denman826频道的订阅和小铃 全部都是用心制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谢你们每一位的支持 好兴奋,好兴奋地进来连香柳 不算很多人这个时间,大概五、六成人 都还有很多的擠桌 我们就找了一张在旁边的四人桌 一会可能都要打入桌子了 但起码不会后面有很多人 因为有时拍片不想后面有那么多人 因为后期制作又要遮住人家的样子 保住人家私隐,多点功夫 现在没有人最好 看到很多检心车很兴奋 今天来连香柳的原因就是我上个月去过中央饭店 不知道大家看一条片未了 是深水埗的 有很多观众朋友说不如叫我去连香柳 看看他们想我拍摄这些怀旧气氛和点心 其实我自己也上来很久 不过去到2022年就暂停了营业 2024年今年4月又重开了 所以从开始之后我一直上来 不过你知道 常常去旅行没什么时间 所以今天特别 每天早点起床过来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过我建议以前有些人分享 他们是用茶的焗盅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去改茶壶 不过都挺英俊的 茶壶有莲花 碗碟也有莲花 环境的干净程度都挺OK的 所以我觉得比起 不要比较 总之就是 我觉得这里挺OK的 不会说感觉上不干净 挺清洁 挺有气氛 我看到旁边桌 有人是用那些焗盅的茶壶 杯子 可能是有得选择的 会不会不同茶钱呢 应该是一样的 我看到茶钱是18元一位 可能你来到 我们可能不懂了 刚才可以说要用焗盅的茶 可能你来到 知道的 就说要用焗盅的茶 有风味点 更加 刚刚看到有车仔 有炸云吞的车姐 马上叫炸云吞 因为上次我吃不到炸云吞 在中央饭店 炸云吞 炸云吞 有车拿了几点心 有个烧米 有个棉花鸡 还有拿了个大包 他们要试一下烧米 烧米上面也有点蟹籽 样子都是漂亮的 而且这里也挺有风味 我也挺喜欢 茶居得来又算是挺干鲜麗的 烧米 味道也很好 除了虾粒 我吃到冬菇粒 所以冬菇的味道也挺大 好吃 我看到炸云的车里面 还有烤西米布甸 不过有很多碗 所以不吃不拿着 我相信这里的电芯都会不断出 因为很多人流都挺厉害 现在刚刚10点 坐下三个字 现在已经坐到八成满了 大家都很早来 棉花鸡 一块鸡 几大块 很结实 味道不错 也应该是鱼桃 我记得有些酒楼不是用鱼桃 而是用猪皮 有一块冬菇 这个大包 我认为不是很大 两个人分享是OK的 甚至一个都吃得完 刚刚撕开的大包 你看到里面有鸩鸩蛋 有鸡 这是鸡球大包 应该是 有一个圆过椰王 燕窩炖鲜奶 不过我们一起吃点 因为我想吃西米布丁油 我们现在叫做煎酿三宝 煎酿三宝有豆腐 青椒和鸡瓜 这辆姐姐的车是煎的车 大家知道吗 以前酒楼都有很多这些 可以直接煎腸粉 煎热点 煎酿三宝 蘿蔔糕 煎酿三宝 它有多大件 它剪开了 可以两个人分享一件 有豆腐、鸡瓜、青椒 青椒是尖嘴椒 刚刚吃了几辣 而且它不是用豆豉的酱汁 是加点甜酱油 不算是一坨酱 我刚才叫做炸云吞还没吃 不过没关系 我怕没有就先拿了 你知道上次有个经历 就是看到隔壁小朋友吃到 舔舔舔舔舔舔 自己又没得吃 视频师四宝所吃了一只云吞 我两只来了 打妈上 他说已经告诉我挺好吃 你知道Standman喜欢吃炸东西的 感觉很脆 很脆 很脆 这味道 炸云吞也有很大粒虾 虾胶肉 我们叫做牛肉肠粉 牛肉肠粉很适合口味 因为有很多玄西 牛肉肠 牛肉肠很确实 不会咬下去 牛肉厂除了有鱿鱛,还有马蹄粒 不知为什么来到这些推点心车的茶楼 每样东西都想吃,比起点心纸吸引力高一点 你看到那个样子,好像特别想叫来吃 我们现在不觉不觉想有多少碟? 现在一个小点,一个大点,一个特点,三个顶点 吃了六样东西,还有很多东西想吃 这里应该算是香港的旧式茶楼的表表者 怎么说呢?很多不同国籍的游客 东南亚的也有,日本人,韩国人 我听到一些主言,内地 暂时未见都有,西人也有 内地的,欧美也有 我感觉这里的茶楼服务的 遮掩,那些推点心都很友善 很亲切 OK的,经常过来沖茶 不是呼呼喝喝的那种 很合香港应有的服务水准 游客都会很开心 是的,我看游客都吃得很开心 最重要的是,无论你是游客来喝茶 或者自己香港人来到,都吃得很开心 虽然大家可能觉得18元茶钱是有点贵的 但是我们喝了几轮,洗了两三次 这个香片还有茶的香味 即是不会淡谋谋 不是精点心的那辆车呢 它都不用使用 它都不用使用 因为大家都涌出去拿 它是给一个本理自己拿回来的 我看到很吸引的 叫了粉果 因为看到它外皮晶型通透 看到里面的馅料 接着叫虾饺 你知道吃点心最好是尝尝虾饺 我觉得吃点心除了味道要好 外观都要热辣辣的 吃点心就会吃 虾里面看到有些筍粒 吃完看都有筍粒 这个饺子皮很薄均 刚刚先生先生给了一句说 虾饺子皮厚度均匀 厚度均匀 厚度均匀 有点粗口 这些硬硬 我现在急不及待 要放一些IG Facebook Stories 来印一下大家 观众朋友 如果想知道我第一手旅游 吃东西的资讯 也订阅我Facebook IG 我记得 粉果又很好吃 它里面的馅料很丰富 有很多粒粒 不同种类的粒粒 红萝卜 沙角应该有些肉粒 冬菇粒 香芹粒 很香脆 口感丰富 味道OK 很好 这些装修设计 如何呢 挂了很多字画 放了福禄秀 还有挂了很多雀笼 虽然里面是没有雀 刺的雀笼 还有有钓线 这些是旧色茶楼的特色 其实外面那些蒸的点心 有很多点心 我们都没有叫到 有鲁鱼球 糯米包 灌汤饺 鸭 鸭掌蒸 有皮 排骨 很多东西 因为两个人吃不到那么多点心 下次再来试 或者多些人来 吃多些可以 西米布甸 只剩一个西米布甸 就看到 马上拿去 士兵师小伯爽想吃那个椰王 有椰王 叫椰王 他就吃in modern 鲜奶椰王 我就吃我喜欢的西米布甸 一个椰王 谢谢 刚刚看到有车叉烧酥 很吸引 不过我们都饱了 所以不吃了 现在就开始吃了 甜品 叫椰王和布甸 西米布甸 都还是热的 因为那个车 变心车应该是可以保温的 不是说很热的 但是暖暖的 好吃 又好吃 什么都说好吃 真是好吃 里面是莲蓉 有点奶 和鸡蛋 很香鸡蛋的味道 它的皮如果再焦一点 表面就不更加正 吃清 少少都不放过 今天又是大碗粥一餐 吃到我最想吃的炸鸡蛋 又有这个西米布甸 这两个是最喜欢吃的 其他点心都好吃 很有风味 而且这里真的 很有旧式茶楼的情怀 埋单就是要拿一张卡 出去櫃桌给钱 我们今天吃了10点点心 加上茶钱 我估计 四百多元 一旦出去再告诉大家 今天多少钱 我们两个人计算 加一就是四百六十元 刚才很开心 在埋单的时候 看到有观众朋友 还有两位由台湾来香港玩的观众朋友 原来小弟也有台湾的观众 很开心 香港也看到你们 多谢你们 观众朋友喜欢我今天 在莲香楼的分享 记得给个like和share 这条片给朋友 还未订阅DAMMAN826频道 记得订阅和小铃铛 当我新片出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 还可以订阅我Facebook IG 记得特别一位资讯 生活点滴即时和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